我从事美术 就是因为我发现美术的 是我能够从美术里面 去发觉一个感情的 表现 所以在美术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经过美术的训练 你一些线条的音乐 跟音乐的种种的关系都一起的 美术的功用 就是通过美术的理解 而产生了互相的作用 感情在某一种环境里面 你看到的东西 你就要反映出来 人对一个画家所表现的 主要就要看那个人所受的这方面的教育 有多深 看多深 他没有兴趣 根本他看不到 他有了解 所以他有对这方面有去讨论 他才能够去分析它 对这方面有点兴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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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